她照顾你照顾的不好是吧 不 您照顾她的时候 她会骂你吗 或者发脾气什么的 骂 总骂 个医院 不管您多人少都骂我 她能染的手就不好使了 头一次得 手不好使了 就不能拿筷子 我得喂的饭 喂的饭 供不上烫了 她也想骂 有一次 啪下被碗摔到地下了 不可能我肯身都是那个 汤 张细细的 晚上 给她翻身 给她大小便 对 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她 我晚上几乎都睡不几个点觉 白夜还得看着打点鼻 一打打六七个点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家里头其实就您一个人伺候着她 对 就是我自己伺候着她 那您还有啥不知足的 再把老伴得罪了 她不照顾你了 你得罪她 她干活吗 我说她 她太酱 嫌她太慢 她说她 她就酱 跟您顶嘴是吧 对 那您觉得谁照顾您好啊 您的家人来照顾行吗 不行 她的家人来照顾行吗 不行 就只能她是吗 还得她 还得她 那您对人好点啊 您为什么没有通知家里的 其他亲戚来搭把手呢 我的姐姐都七十来岁了 所以没有人 孩子都离得还远 就我自己照顾她 我们俩结婚不到一个月时候 她就自己出去打工 我们俩属于白手体压 也没有老人 她也没有父母 我就有个母亲 我这两个儿子 都是我自己在家带 都是我自己在家照顾 对 我想说这些年 我就没逃出她的号 总说我就不是 这个老伴对你以前好不好啊 以前好 能看见好 现在不能挣钱了 她不给我钱 她老了说她不能挣钱 她自己有的压力 她老了说 现在她不能挣钱了 我就看不好她了 对对 并我没有那个想法 我一定点那个想法都没有 但是她刚才还说了一句话 说您不给她钱花是什么意思呀 不给她钱花我就控制她 装酒啊抽烟啊 不给她钱她就买烟嘛 你那带我不要她抽烟 就在这上我控 年轻钱她花钱 我根本就不控制她 哦 是不是就是生病之后才管你钱啊 你钱她也还钱 我挣多少钱都给她 哦 你挣多少钱都给她啊 嗯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 我 对 让她回去 伺候我去 哦 回家伺候你去 给我做饭 洗衣服啊 呦呦 给你做饭 洗衣服 那为什么要给你做饭 洗衣服呢 为什么要伺候你呢 我年轻 正在都给她了 到我不能干了 她不伺候我 谁伺候我 哦 那你觉得你错了吗 我 也有错 啥错呀 脾气不好 那你跟人说过对不起吗 没有 那能不能说呀 能 哦 我还以为你不能呢 愣着一个老小孩 我跟他俩结婚38年 我47岁开始跟他出外表打工 什么给人家养猪啊 养鸡啊 养娜啊 就说最近吧 我给人家养羊 这用啥我俩 这是10月5号那天 他非得让他兄弟开车去接他 我就不同意让他兄弟开车去接 他打电话要接我 偷的打电话 不要我们小叔的去接我 我说这老五啊 你别来接你三哥 插个钻叫 没气完 那几天 那天天下雨 挖入鸡来不了 挖不了坑 所以气不了 我就劝他 我说这咱俩给那个钻叫气完 咱俩再走 他说啥也不行 他一年不让坑 我还等他一年 说啥也不行 完了他就给他兄弟打电话 你来不来接我啊 你要不来接我 你就没有我这个哥哥 我也没有你这个弟弟 他兄弟一看到三哥接眼了 我说三哥 不是我不去接你去 是我三嫂打电话 不让我接你去 他就一听时行了 晚上是六点多钟 打完电话 听时行了就进屋开骂 一直骂到十一点多 我还又摔东西 给我这眼晃得都碰清了 这我一看不行啊 给我们小叔打电话吧 赶紧来接了吧 不接也不行啊 就这么你们小叔的开车 晚上十二点半到底扬场 就是说实际上面 他现在想干嘛就得干嘛 对 是吧 你们要是稍微不满足他 或者说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他整个就开始发脾气 对对对 就对所有人特别暴躁 对对对 这应该算是一个后遗症吧 一会儿我们听余老师 给分析分析啊 我家里面凡是一个人 写生 是一个人 是个人 我家里面凡是个人 我家里面凡是一个人